在我小时候39上的这么一款游戏叫《逃离僵尸屋》 是一款14年前的游戏 它画面UI 音乐诡异还时不时出来吓你一下 当时就不敢玩 现在长大了准备来一滩秋劲 晚上10点47分 直见主角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突然这时候屏幕出现了雪花 然后插播了一则新闻 画面一转 一个人正在疯狂地跑 后面跟着一个直流有上半身的僵尸 之后就出现了一些字 大致内容就是 不要开门 男主没有当回事 依旧就开门 刚来到门口就听到敲击声 下来男主回到了刚刚有沙发的那间屋子 我点了点屋子里摆放的物件 没有任何反应 之后我们就跟着走上脚的剑斗 去下一间屋子 来到了客厅 除了墙上的照片掉了下来 其他点了点也都没有反应 接下来我们来到厨房 厨房的东西可以打开它们 但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下一间屋子 拿到一把挂在墙的钥匙 旁边又有一扇门 这里就是地下车库了 全部打开之后发现有一把小刀 我们先拿着 后面我们来到一扇门 也就是正门 接下来我们将其打开 这时我们需要装的不害怕的样子 疯狂的敲击空格来使用小刀攻击僵尸 不然就会出现 最终僵尸被我们一刀剁掉 拿下手杀 走出外面 我们看到了刚刚被僵尸追的大哥 之后就是一段 偷心偷肺的画面 现在我还在右上方倒计时 截入前拿到汽车里面的钥匙 并且躲进我们的屋子里 不然就会被刚才那位兄弟发现 然后就咯屁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快 顺利回到房间 来到一些没有打勾勾的房子 插上我们在车里找到的钥匙 进去就是我们的卧室了 接下来我们会在卧室里找到一把手枪 靠着这把手枪我们将会逃离这里 之后这款解密游戏 就会变成小朋友们最喜欢的设计游戏 从故事出来之后 男人就拿着枪开始设计 已经闯入客厅的丧尸们 这些丧尸画面还是挺圣人的 放了就过不了了 小时候玩人就做个梦了 清理完客厅丧人之后 游戏画面一转 来到凌晨十亿人用风的纽约市 此时路上还有车辆在正常行驶 丧尸病毒应该还没有在纽约市 造成大哥用门感染 而电影机上主持人正在报道此次丧尸事件 目前病毒已经开始大肆蔓延 已经超过几百万人被感染 随后画面来到一架直升机上 整个城市到处充斥的警笛声 还有枪声 然后出现一段英文 这些东西到处都是 我的枪也快没子弹了 就算我开枪打他们 他们也会爬起来 我得赶快去卡车那儿 之后男短的停车场 又解决了几只丧尸 成功击他所有丧尸之后呢 主角也是开着车逃离这里 这就是游戏第一步的结局 但逃离之后的结局是什么呢 我们第二步再见 主要是第二步没找到 只找到第一步 大家给点赞 我必给大家找到 那么让我们 咱们下期再见